欢迎来到我们的股市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维多利亚州的环保倡议者 他们呼吁创建一个名为大森林国家公园的梦想项目 这个计划将覆盖超过50万公顷的森林 并希望通过绿色债券筹集2.24亿美元的资金 这项倡议不仅能促进环境保护 还有望创造750个工作岗位 虽然面临一些反对声音 但支持者们依然充满信心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经济 随着政府采取减息增加流动性等措施 市场似乎出现了一丝回暖的迹象 然而专家们对这些措施能否根本改善经济结构 表示怀疑特别是中国的消费者支出仍然疲弱 面对这样的挑战 中国是否需要更大胆的经济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呢 最后澳大利亚的海鲜行业迎来了好消息 北京计划解除对澳大利亚龙虾的禁令 这对于当地的海产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振奋的消息 然而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出口依然面临挑战 尽管取消了关税 但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让酒类销售受到影响 专家们建议澳大利亚生产商应该调整产品策略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维多利亚州的环保倡导者们正在推动创建一个名为 大森林国家公园的 新计划并呼吁州政府发行2.24亿澳元的绿色债券来资助这一梦想 该公园位于墨尔本东北约90分钟车程的地方 计划占地超过50万公顷 三倍于目前受保护的中央高地森林面积 环保活动家沙拉·李斯表示 这种融资方式在澳大利亚上数首次债券所筹集的资金 将用于旅游基础设施 火灾管理和保护工作 预计将创造多达750个工作岗位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该计划 部分反对者担心这会限制四驱车狩猎和露营等活动的自由 在另一则报道中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 中国政府终于决定解除对澳大利亚龙虾的禁令 尽管并非所有返回中国的产品都能顺利进入市场 自2020年开始的贸易战 导致澳大利亚约200亿澳元的商品受到限制 尽管在新政府上任后大部分禁令得以解除 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出口却未能恢复到禁令前的水平 尽管解除关税后 三个月内葡萄酒出口曾达到3.4亿澳元 但随即大幅下滑至仅3800万澳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澳大利亚的牛肉和大麦等产品 在解除禁令后迅速恢复了市场份额 尤其是在中国消费者的饮食偏好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最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提到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尽管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以提振市场信心 但经济增长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中国家庭储蓄过高 消费意愿低迷 加上青年失业率上升 导致经济陷入通缩 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指出 政府应转向改善家庭消费的长期目标 而不是依赖短期的投资刺激 尽管市场在刺激政策宣布后出现反弹 但经济的恢复之路依然曲折 未来的消费趋势将对整体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BBC报道 位于乌尔夫汉普顿的一家商店老板 古尔梅杰 辛格因涉嫌销售非法电子烟和禁药 而面临执照审查 可能对公众造成风险 交易标准局表示 辛格在他的GSK酒类商店内 被发现出售超过200种非法电子烟 印度的勃起功能障碍药物 数吨走私烟草 以及数百升未纳税的啤酒 葡萄酒和烈酒 7月份的突袭中 执法人员查获了价值超过8000匹 品托的啤酒 仅300升葡萄酒 60升烈酒 和10吨味缴税的烟草 辛格在2020年 就因销售非法雪茄和烟草 受到书面警告 市政府指控他屡次无视法律 并将于10月17日举行新的听证会 德意志广播网报道 克什米尔的皮革行业 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工匠和商贩们苦苦挣扎 以维持生计 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行业 因多种因素而衰退 包括市场竞争家具 原材料成本上涨 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许多工匠面临失业 传统记忆濒临失传 曾经辉煌的皮革制品 如今在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导致整个行业的衰落 在另一篇报道中 德意志广播网 分析了安哥拉在中美之间的博弈 安哥拉因其丰富的石油 和天然气资源 而成为中国和美国争夺的焦点 美国总统拜登 原定于本周访问安哥拉 但因佛罗里达州的 预风威胁而推迟 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与安哥拉的关系升温 可能是为了对抗中国 在非洲的影响力 安哥拉试图通过基础设施 投资来重塑其国际形象 并吸引外国投资 美国的洛比托走廊计划 旨在加强与安哥拉 及其邻国的贸易联系 而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在安哥拉进行大量投资 进一步巩固 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CNN报道 美国生产者的通货膨胀 在9月份进一步放缓 这让人们对价格 在到达消费者之前 不会被大幅抬高 感到乐观 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9月份的年度 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上涨了1.8% 略低于8月份的1.9% 尽管这一年 增速超出了经济学家 预测的1.6% 但由于8月份的修正 价格在9月份依然有所下降 整体来看 尽管食品价格上涨了1% 但由于能源价格的下跌 整体商品价格保持平稳 核心 PPI在年内上涨了2.8% 显示出价格压力正在减轻 美联储已经从试图控制通货膨胀 转向关注就业市场的健康 尽管近期的就业报告和国际局势 可能影响价格走势 外交家指出 中国股市近期的波动 反映了市场对政府政策的复杂反应 在人民银行宣布货币刺激后 市场曾短暂上涨 但随后的大幅抛售 让人们对实际投资和经济前景感到失望 尽管市场期待财政刺激 已提升国内消费 但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布会 未能提供实质性措施 导致香港恒生指数 在当天下跌近百分之十 中国的政策反复无常 令乐观的投资者难以理解 尤其是在经历了严格的清零政策后 国家突然转向更为宽松的措施 造成了市场的剧烈波动 即便如此 许多投资者依然坚信 中国的经济将会复苏 并认为政府的政策转变 是为了推动经济升级 然而实际的财政刺激 并没有如期而至 美联社报道 美国的批发价格 在9月份保持不变 标志着通货膨胀 正在逐步回归正常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 生产者价格指数 在8月份上涨0.2%后 9月份未发生变化 年增率从1.9%降至1.8% 尽管核心批发价格略有上涨 但整体价格的稳定 显示出通货膨胀压力 正在减轻 消费者价格指数 也降至2.4% 为2021年2月以来的 最低水平 尽管许多美国人 对高于疫情前水平的物价 仍敢不满 美联储在经历了 一系列加息后 终于在9月份 宣布了半个百分点的降息 显示出对通货膨胀的控制 取得了进展 尽管经济持续增长 且就业市场保持活跃 但选民对经济的评价 依旧不高 反映出过去 三年价格上涨的累计影响 美联社报道 斯特兰蒂斯公司 Stalantis 为了重振北美市场的销售 宣布了一系列重要的领导层变动 包括首席执行官 卡洛斯 塔瓦雷斯 卡罗斯 特沃拉斯 将于2026年初退休 以及首席财务官 纳塔利 奈特 Natoy Knight的离职 塔瓦雷斯的5年合同 将在2026年到期 尽管公司表示 他可能会继续留任 但由于今年财务表现不佳 他受到美国经销商 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压力 为了削减成本 塔瓦雷斯采取了 推迟工厂开业 裁员 和提供离职补偿的措施 斯特兰蒂斯 在上个月下调了盈利预期 并表示 需要加大投资 以扭转美国业务的颓势 计划在年底前 将经销商库存控制在 30万辆以内 而之前的目标是 2025年第一季度 作为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 斯特兰蒂斯 于2021年 通过合并标志学铁龙 PSA和菲亚 特克莱斯勒 Fiat Chrysler 成立 目前正在寻找 塔瓦雷斯的接任者 预计将在2025年第四季度 完成这一过程 与此同时 斯特兰蒂斯的股价 在周五开盘前 下跌了超过3%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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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上 ино做出大乎 市参加 即所支出 los 血迹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